謝謝媽 喇嘛們排排站 雙手合十 站在大生日蛋糕前 為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86歲大受慶生 印度總理莫迪在推特 助她長受健康 還罕見證實她跟達賴通了電話 總統蔡英文 以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也分別在臉書和推特送上祝福 蔡英文引述達賴喇嘛疫情開始 鼓勵大家互助克服疫情 也祝達賴喇嘛受膽快樂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他們則說達賴喇嘛鼓募我們 生活在謙卑慈悲和理解之中 在此同時 大陸也帶著外媒前進西藏 問一下你的精神領袖是誰 是達賴喇嘛 習近平 西藏喇嘛話以出口 自己笑得出來 一旁口譯更是笑得尷尬 就怕自己聽錯 記者再問一次 是真的嗎 就是再問一下你的精神領袖是誰 那 這次是達賴喇嘛 讓我完全可以提供 只是這一次 喇嘛切換成西藏語說自己又清醒又自由 不免讓人聯想是不是大陸安排的大外宣 現在我們所在的這個位置呢是 是拉林鐵路的終點站 林芝火車站 可以說結束了林芝沒有火車的歷史 西藏拉林鐵路正式開通 火車首次開上了青藏高原 西藏流亡政府傳出現在正努力 讓高齡86歲的達賴喇嘛 在有生之年能重返西藏 西藏流亡政府希望恢復和北京中段十多年的對話 為達賴喇嘛重返西藏訪問鋪路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